观看动作电影赏暴力美学 大家好 我是探长 欢迎各位回到不影大案局 今天探长将带领大家翻阅一部来自极地的大案 去见证一场200多名罪犯的荒岛大逃杀 随着世界政府全面废除死刑 监狱很快便不堪重负 挤满了犯人 为了缓解压力 国际团体开展了一项名为兵魔岛的实验 他们将200多名犯人带到一座位于北冰洋的偏僻小岛 这些人大多穷凶极恶 更有甚者身背数条人命 在来的船上他们便冲突不断 抵达荒岛仍不肯安分 军官只好开枪维持秩序并宣读起规则 从这一刻起 罪犯们便成为岛上的居民 在接下来三个月的实验中 除了有卫星24小时监视外 不会有任何人看守他们 并且还会给他们发放生活物资 如果有人想要退出 可以乘船借助海上的通讯符筒 说明原因 获得应允后 符筒会亮起绿光 简单交代完毕 实验方留下打开手铐的钥匙后 急忙登船 随着军官的一声令下 所有囚犯争先恐后向钥匙冲去 他们肆意推搡 互相踩踏 一时间场面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 一排囚犯有组织的冲入人群 他们如同尖刀撕开一道口子 杰人打开手铐后 迅速取出箱子里的兵器 随后便暴力将其他人逼至海水中 命令他们交出手铐的钥匙 一个新政权 眨眼便建立起来 眼看掌控了局面 为首之人开始幻想 未来三个月的幸福生活 这时 一旁老人劝他把外人全部解决 听到这话 水里的犯人们坐不住了 他们举起石头开始反击 两方势力再度打成一团 混乱间 有几人趁机乘坐小船找到福桶 然而他们却把用来通讯的红色按钮打碎 随后世俗落入水中逆亡 此时 岸上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政权刚刚建立便被推翻 首领与老人皆被处决 其余人开始打扫战场 并探索这片新土地 不过 这世上最不缺的便是渴望权力之人 就在众人瓜分物资时 一个名为猴子的装硕男人 带着手下走了过来 宣布接管所有的物资 明白留下来只会继续争斗 凡人伊凡整理好必需品 孤身一人翻过山头向岛内走去 最终找到一处适合居住的石洞 看到希望 伊凡从怀中掏出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 妻子与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但伊凡的眼眶中 却逐渐盈满泪水 家庭本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可现在 他们却已经阴阳两格 悲痛与疲惫交织下 伊凡再也扛不住 倒在一旁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她忽然被一阵异想惊醒 抬头只见几只驴鼠 竟从包里钻出 里面的食物已经被啃食大半 伊凡见状 顿时心中大惊 这些驴鼠显然是实验方藏进去的 看来 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这些囚犯好过 好在伊凡还可以在岛上捕猎 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这天 正在考海歌时 伊凡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吓得他急忙转头去看 发现犯人习巴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不清楚他有何目的 伊凡为了自保钻紧斧头 习巴同样悄悄拿起匕首 一时间场面剑拔弩张 不过伊凡很快看出 他并没有恶意 不然也不会独自一人 于是二人逐渐放松了警惕 习巴见状 讲起自己过来的原因 原来 就在伊凡离开的第二天 藏在物资中的驴鼠 便将所有食物吃完 甚至连袋子和锡箔纸都没放过 现在营地已经没法待了 所以习巴才偷偷逃了出来 他只希望伊凡能够收留自己 看着习巴递出的一包盐 伊凡发现 他的确还有点用 于是便让他去使点柴火 寻找间 习巴注意到伊凡切尔的照片 偷偷做了一个轻浮的动作 随后 他又看着考好的海哥垂涎欲滴 结果一个便大头啃食起来 填饱肚子 习巴突然提起自己的信仰 像古希腊人那样 从悬崖一遇而下 但他现在还没有目标 担心死亡后 灵魂会在地狱迷失 所以才没有付诸于行动 接着 习巴又问起伊凡 为什么家人都已死去 他还要孤身一人活在世上 对此伊凡解释 他怕自己见不到妻儿 因为他的双手已经沾满鲜血 注定只能待在地狱 第二天 伊凡忽然发现 习巴不在自己身边 抬头镜看到 他正在对自己妻儿的照片 行龌龊之事 这让伊凡顿时勃然大怒 不顾习巴连胜哀求 狠狠一脚将他踹下悬崖 最后小心翼翼地 把照片放进怀中 此时 习巴突然爬了上来 原来 他刚才掉在了一处平台上 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尽管对他很是愤怒 但毕竟还要在这荒岛上生存 伊凡最终还是原谅了 痛心疾首的习巴 带着他一起捕鱼打猎 寻找间 二人突然看到 一架坠落的水上飞机 这让他们激动不已 如果能够修好飞机 就可以离开这座白色地狱 但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房夜谭 毕竟以他们二人眼下的情况 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岛上的气温越来越低 习巴沉睡在温暖的梦中 不愿醒来 可伊凡知道 如果再不想办法 他们真的会被活活冻死 于是他粗暴地叫醒习巴 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回营区 毕竟那样至少能活下来 但习巴清楚营区的可怕 于是他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 偷营区的煤砖 那样就能撑过这个冬天 说干就干 二人拖着虚弱的身体 向记忆中的方向走去 路上习巴还在幻想 或许营区里的人 已经自相残杀 所剩无几 就等他们去收渔翁之力 但现实却极为残酷 猴子等人已经彻底称霸营区 他们将犯人分为红蓝两派 红派是以猴子为首的管理者 蓝派则是比囚犯还要低等的畜生 他们被关在围栏里不停走动 听到铃声就要拼尽全力 如野兽般争先恐后向屋子跑去 因为最后一人会被宰杀 成为大家的食物 红派的人以此取乐 蓝派的人也已经麻木 毕竟这样至少不会被饿死 营区里的众人 就是靠着这个规则 坚持到了现在 此时 伊凡二人已经来到梅砖旁 他们像飞蛾般被温暖的火堆吸引 新冠清楚趴下去会被发现 但伊凡太久没有享受过 这幸福的温暖了 他完全无法抗拒身体的本能 蜷缩在火堆旁沉沉睡去 营地中新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 众人扛着失败者向火堆走来 习巴听到声响睁开双眼 这场面顿时吓得他睡意全无 迅速躲到一旁的石头后 可伊凡仍在火堆旁熟睡 连看人群越来越近 习巴心中也越来越纠结 本能让他快点逃命 但与伊凡共处的回忆不停涌现 最终他下定决心 带着伊凡一起离开 可此时却已经太迟 人群已经看到了他们 几人冲过来便是一阵圈大脚踢 最后把二人带到了猴子面前 猴子看着奄奄一息的二人很是惊讶 之前习巴因为偷食物被通缉 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他非但没死 还带回来一个惊喜 就在这时 红派中有人认出了伊凡 急忙上前准备帮他治疗伤口 却被猴子用力推开 他们二人都脱离了群体 所以理应驱逐到蓝派 这番话引起那男人的不满 原来伊凡曾救过猴子他们的性命 他认为不该这么对他 但现在猴子已经是掌权者 他不会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 一言不合 双方便大打出手 尽管男人实力强劲 但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不一会儿便被打倒在地 最终三人一同被丢进了围栏 不久后 比赛再度开始 蓝派中有人抱怨着这种生活 但大多数人如木偶般 无意识地走动着 他们仿佛失去了灵魂 脑海里只剩下了吃与被吃 随着猴子下令 铃声猛然响起 所有人撒腿朝房屋冲去 但伊凡却一动不动 他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反抗 不过细巴清楚 这样只会变成食物 于是他又返回将伊凡拖走 骚乱眨眼间便平静下来 仅剩一个男人绝望地躺在屋外 任命般迎接死亡的到来 这场面深深震撼着每个人的内心 当天夜里 伊凡便决定不再逃跑 他要和猴子谈判 听到这番话 其余人也纷纷响应 就在这时 一个老人突然起身离开 身边人一眼便看出他要去告密 不过老人对此不以为然 他觉得能吃饱就够了 没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反抗 第二天比赛再度开始 然而等凝声响起 除了极个别的几人 其他人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们缓缓围在伊凡的身旁 脸上的表情凝重肃目 见猴子走来 伊凡提起自己的条件 他会带人修好通讯符筒 让实验方给他们送来物资 接着又提起那架水上飞机 这顿时勾起猴子的兴趣 毕竟谁也不想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于是他同意伊凡的条件 开门放出所有蓝派的人 随后便让他带人朝着福童赶去 见伊凡胆识过人 猴子向身边人问起他的过去 得知他曾是一名飞行员 家人死于一场空难 在那之后 伊凡精神崩溃 枪杀了所有在运人员 被政府认定是极度危险之人 谈话间 红派成员已经将蓝派围在海边 猴子从没想过答应条件 更没把这些蓝派人当人看 清楚猴子打算背信弃义 蓝派中有几人还想反抗 却被红派人一拥而上 当场解决 这下其余人彻底被吓破了胆 在猴子的咆哮声中 发疯般朝着围栏逃去 此时 海面上的伊凡他们还对变故浑然不知 正顶着风浪修复福童 然而等他们接近才发现 按钮已经被打碎 这下彻底没了办法 岸上的猴子等人见他们返回 纷纷迎了上去 一番见状 顿时猜到刚才发生之事 他谎称已经联系上了实验方 很快便会有物资送来 可猴子根本不信这番话 更是对修好飞机这个想法嗤之以鼻 他只想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让任何人离开 清楚他的想法 红派男人多亚突然举起螺丝刀 狠狠刺出 眼看猴子身亡 他的亲信瞬间坐鸟受散 却被早已心生不满的其余人追上解决 高塔上看戏的男孩见此情景 吓得急忙换上蓝派衣服 仓皇而逃 一场正变在眨眼间结束 一番决定释放所有蓝派人 却遭到身旁人的反对 毕竟蓝派有一百多人 把他们放出来 食物一定不够分 不过一番并不这么认为 他把所有人都当人看 并禁止大家再吃人肉 距离三个月只剩25天 他们一定能坚持到实验结束 这一决定得到多亚的支持 毕竟他是杀害猴子之人 现在人们会像畏惧猴子那样畏惧他 于是他们将所有蓝派释放 并决定建造鸡棚修复飞机 做两手准备 就在这时 习巴突然兴奋跑来 告诉众人 实验方根本没有监控这里 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营地生活终于走上重轨 众人身份平等 没有纷争 这天逃跑的男孩悄悄返回 尽管其他人都冷眼相待 但依凡还是选择接纳了他 毕竟他们是一个集体 只有尊重才能换来真正的尊重 最后大家在习巴的带领下 找到那架飞机 一时间所有人兴奋不已 仿佛自由已经近在眼前 他们欢呼雀跃 将飞机拆解晕回 憧憬着离开后的幸福生活 就这样 岛上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三个月的期限也已结束 这天 实验方再度抵达小岛 李凡不顾危险 独自一人迎着枪口走进营地 这举动让女主管很是惊讶 答应给他们提供需要的汽油 但在得知还剩80多名犯人后 实验方却显得很是失望 虽然 这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 拿到汽油 李凡急忙回到机棚 在几人期盼的目光中发动了飞机 随着螺旋桨转得越来越快 他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浓郁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众人措手不及 实验方根本没打算接他们离开 反而又带来了一批更加凶狠的罪犯上岛 这让原住民们纷纷露出凝重的神情 等手铐解开 新囚犯的头目 满脸条线地审视着面前众人 与此同时 押送他们的军队迅速撤离 眼看局面越来越紧张 李凡主动站出来表达善意 但那头目却丝毫不领情 更是狠狠将他打倒在地 这一拳彻底点燃所有人的怒火 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嘶吼爆发 两方人马随即混站在了一起 多亚则趁乱带着伊凡逃离 西八也跟着同伴悄悄溜走 张框越来越激烈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他们如野兽般咆哮 挥砍 为了活下去 拼尽全力 这场战斗被不远处的实验方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显然对这种场面很是满意 假仙星的表示 情况已经失控 并向上级请示结束实验 随着指令下达 密集的弹幕瞬间覆盖整个战场 无情撕扯着混战犯人们的身体 扬起的烟雾 甚至将大火覆盖 仅仅片刻功夫 刚刚还喊杀震天的战场 便归于平静 只留下一句句愤怒不甘的尸体 等实验方将所有尸体处理完 多亚带着伊凡来到鸡棚 西八二人早已在此等候 他们明白 此刻便是离开之时 但那惨烈的景象历历在目 所有人都提不起半点兴致 随着飞机被缓缓推动 西八突然停下了脚步 向伊凡道别后 快速朝着山顶跑去 经历了这么多 他已经寻找到生命的目标 可以去完成自己的信仰 西八手脚并用爬上山顶 看着海面上逐渐升起的飞机 他目光坚毅 身色凝重 随后毫不犹豫 一跃而下 这是他的信仰 也是他的图腾 既然无法抵达天堂 那不如主动前往地狱 在西八下坠之时 伊凡他们已经飞上高空 然而还没等三人激动 子弹突然冲破玻璃射向舱内 眨眼间便带走多亚二人的生命 最终仅剩伊凡一人冲出冰魔岛 他用力扬起起头 越过冰层冲破乌云 飞向阳光明媚的世界 《先帝群岛》是上映于2008年的俄罗斯动作电影 本篇宗教色彩很是浓重 作为罪犯 他们注定无法抵达天堂 而象征着地狱的监狱 也以人满为患 伊凡他们只能被放逐到世界尽头的遗忘之地 这是一片没有规则的土地 为了生存 只能弱肉强食 用暴力建立规则 伊凡崇尚和平 心地善良 他无法忍受这野蛮的行径 选择脱离社会独自生活 但可怕的寒冬让他别无选择 只能回归集体 不过这一切 归根结底只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既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 实验方便继续运送罪犯 直到暴乱产生 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罪孽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并顺带证明观点的正确 电影的最后 伊凡的计划被打破了 那么你们认为 如果没有新来的一批犯人 他们最终可以成功逃出兵魔岛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